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速的在扁破新低 那台币扁不用说外资站在卖方 外资对台股会持续踢款 所以全资股抬不起头 指数必须要在这里回测整理 这个都是可以事先掌握得到 预见得到的结果 那你要因此哀声叹气说 哎呀 台股现在恐怕受制于外资没有行情了吗 不对哦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好 很简单的逻辑 大部分的台股投资人的的确确习惯就是呢 看大盘的加权指数走势 好 那加权指数这一波我们一度是收复季线 但是很快的得而复失 季线又跌破 那原因我们解释过了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季线的角度还在下弯 好 结果呢 如果以今天的走势来看 是月线都跌破了 好 那怎么会一下子季线月线都失守呢 好 那我必须跟各位讲 台股现在这一波的一个走势 就大盘角度来讲 下跌是好事 好 下跌是好事 你不用怀疑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成交量现在是在萎缩的 所以其实卖压并不沉重 当然相对来说 买盘也没有积极的涌入 所以如果说指数是要往上攻的话 那立刻会形成量价背离 KD指标背离 那现在让成交量萎缩 指数回撤 配合日KD的修正 这绝对是好事 因为下一个目标看半年线 那我问各位 现在如果往下走 那空间是不是就拉越大 那如果直接再往上走 这个行情 能不能撑到9月 能不能延续到10月 11月12月 恐怕反而要打上问号 但是往下一走 那至少回挡的幅度不深 卖压也不大 但是呢 向上的空间就拉出来了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好事 那更重要的是你看 大盘指数是跌破月线 可是呢 今天的OTC贵买指数来到哪里 半年线 再创波段新高 已经来到了半年线了喔 所以魏杨老师跟各位讲说 我们要寻美股的脚步 跟上美股 来挑战半年线 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 是完完全全 没有改变 不用修正的 因为 代表中小型个股的 OTC贵买指数 已经展给各位看了 今天已经来到半年线 那OTC会跟大盘 完全背道而驰 脱钩演出吗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待久 你就知道 其实台股这种潜跌性的市场 本来就是轮动 只是呢 有先有后 有快有慢 所以有的时候呢 是大盘带着呢 OTC指数往前走 那这一波看起来呢 很明显就是 OTC跑在前面 大盘先回撤 拉开空间 之后再补涨 那这个不就是 吻合了我们 这一路反弹 最多1500点的时候 都跟各位讲一句话 看大作效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这一波行情 你要看大作效 所以不要想说 抄底 那我去买台湾50 抄底 那我去买0056高股息 抄底我去买台积电 大力光 我还是那句老话啦 做这些动作的朋友 我欣赏你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更好的选择 不能说去抄底了 都抄底了 然后还说这个是错误 当然不对啊 抄底就是 起码有进场 有赚钱 但是呢 因为毕竟大家手上的资金 是有限的 你不是万贯家财呢 银行户头里面 随便躺了几亿在那边等着 你更不是呢 股安基金 有5000亿的部位 可以一路买 一路买 买全资股 然后呢 放半年一年 眼睛都不眨一下 然后等到呢 股价最后还你公道 不是这样操作的 大跌过后 拼速度 抢效率 当然就是呢 看大做小 好 所以我跟各位提醒了 这个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不要呢 陷入大盘指数的迷思 然后跟我说 没有行情了 大盘今天破月线 完全不对 你要调整一下 现在看盘的焦点 你要放在的OTC贵买指数 它能够创新高 那就告诉你 那一支是活跃的 阻力在这里是不断的呢 去用同一套资金 轮替交换操作 好几个人气族群 这里人气族群 当然呢 从最近最热的生计开始 接着呢 像网通 像工业电脑 像低轨卫星 像半导体 我跟各位说 这些呢 它的题材都还在 只是主力的资金 它是在轮流点火的 所以你要搞懂 那个节奏感的问题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4114剑桥 这就是呢 升级股当中 一档呢 很有潜力的黑马股 我们在技术面上面 跟大家讲 这个形态已经突破 突破以后呢 逢高先出清 等他回撤 他又是买点 所以呢 果然 今天呢 我们就把持股 重新接回 这个就是操作节奏 那你说 最近的一个生计股 似乎市场上的焦点 是在呢 天国一挥 就是以合一为主 这些股票 那当然呢 你要买 你去买合一 我觉得这个会是呢 最有题材性 最有故事性的 但如果说天国一挥 就信国信辉中天 你也想要顺便沾个光 那大家就要自己小心 原因很简单了 我们来个小教学 今天合一 第三根涨停板 那当然他盘中 有一些震荡 又一次的换手 那连三根涨停 这个就是近期生计当中 最有故事性 最有题材性的 来自于呢 他的一个新药 采用药证 采用医材的方式 拿到美国的药证 但是我们讲 所谓的一个 天国一挥的 天中天 你看哦 今天他第三天的一个走势 并没有跟进合一的涨停板 反而是一个爆大量流上影线 那你要知道 很多散户 今天恐怕成为最高的冤魂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他的一个分史 给各位看 好 你来看一下这个 好 4128 你知道 今天很多人想说 他会跟合一一样 会冲涨停 锁涨停 所以呢 这里很多人追进去 这里呢 又一批人追进去 有没有 他今天分了两个阶段的拉台 那如果以他收盘的位置来看 这两波进去追的全部都被套了 他今天量都爆在上面 所以 同样就算是在讲升纪股 这个很广泛的族群面 你也要注意那个轮动的节奏 那真正的主角在哪 那其他轮为配角呢 不是说配角就有补涨的条件 你小心是主力 是拉A出 B C D E F给你 听懂吗 好 那我们小教学结束之后 我们回到键桥来看 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键桥呢 很多人认为说 他转投资 异德 那异德昨天跌停板 那键桥呢 恐怕没细唱了 完蛋了 我说呢 如果很多人是这样子误解 那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天大好消息 因为这表示呢 键桥可能因此会浮现 漂亮的买点 那事实上呢 异德也只是呢 让键桥锦上添花的题材之一 那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 键桥本身的营收跟获利的成长性 社会与品牌药 代理原厂药 还有并购的效益 他第二季的税后经历 大幅度的倍增 EPS来到1.24元 那上半年的税后经历呢 也翻倍成长 EPS来到1.6元 那七月营收呢 强劲成长44%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键桥 受惠于呢 防疫的需求 NAC处方用药需求强劲 所以推升呢 他的七月营收 是创了历年同期新高 那今年来看 他的主力产品 艾克坦 在台湾NAC的市占率是高达八成 甚至卖到了缺货 那发炮 发炮定的季型呢 比去年同期成长53% 颗粒季型呢 成长性更是高达151% 然后在六月份呢 已经拿到了中国的耀针了 所以后续呢 除了台湾市场 还有呢 强大的中国的成长动能 所以跟各位讲说 这个地方技术面突破了 那如果市场上认为 剑桥已经展完了 那这里他可能出现回测 回来测试这个颈线的位置 将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买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昨天里面 就跟各位先做预告了 那再回头看呢 在电子股的方面 现在 其实轮了一轮回来之后 那像网通里面的光通讯次族群 还有工业电脑这里面 关于无接触支付商机的 今天呢 又开始发动行情 那这里我们也跟各位提到 644的光盛 光盛我在昨天节目里面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分析 我跟各位说 很多人在看他这几天 也许就是说 这一个多星期的K棒里面 其实你会迷失在这里 认为说 他好像长不上去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上影线 其实这个都是呢 拿来下短线课当冲课的 那基本上你如果把它 从7月中以来的角度 重新来看一次 这四一根长虹 这是在长虹K棒上原整理的 强势讯号 那目前来看 他的业绩 如果以第二级来说 净利是成长了132% EPS达到1.25元 再继续看到他7月份 营收又月增11.94% 年增39.75% 持续较出高成长表现 那第三季会比第二季更好 所以后面当然呢 这个利多是未完待续 那产品主要用在5G建设 资料中心 视频传输等等 那获得了美国网络龙头公司的采用 那光通讯产品呢 主要客户包含了像欧美的一线电信 跟网络大厂 好 所以我们在光通讯当中 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族群也都还没有熄火 那整理之后呢 又相互的辉映 相互的比价 那光通讯呢 今天再推出最新一档 4977重达 400G的产品出货持续成长 100G第二代产品也量产 那再加上32G的产线 目前呢 维持满载 那法人估计呢 今年EPS是5块2 那明年可以再进一步成长 将近六成来到8.3元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本益比 其实只有大概12到13倍 那光通讯这个族群来讲的话呢 本益比大概都在20倍 所以呢 目前来看 其实它是大幅度的被低估 那股价呢 这一波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 值得留意的是呢 投信才刚开始买 后续加码空间还非常非常之大 那光通讯这个族群里面 如果你仔细把 这一波有涨到的股票 少一轮来注意一下 比方说呢 像波洛威啦 像光环啦 像华星光啦 像联雅啦 等等这些呢 大概呢 普遍都已经大涨一段 但是投信有买的 光通讯的股票 不多 并不多 那这个当然跟呢 整个基本面的成长能见度 是有关的 还包含了市值流动性的考量 那重点是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举个例子 4979华星光 这是算是最早涨上去一档光通讯的股票 那一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就像这一段 各位看这一段 投信是不是呢 从完全没有持股开始进场买 然后连续买一段之后 他这边休息整理一下 投信也没有继续加码 再继续加码发动了第二波 结果股价从20块涨到40块 涨了一倍 那你看喔 3081联雅 这个也是投信从完全没有持股 股价这里呢 已经开始推了一段 然后投信呢 这个时候才开始进来买 那买完还没有马上涨 震荡整理 红黑红黑震荡整理之后 投信 涨也买跌也买 继续加码之后 股价呢 开始加速度喷出 突破了连线 那累计呢 如果从波段低点来看 也涨了将近要一倍 那从投信开始大买之后 至少也涨了五成 这主要就是投信有买的光通讯 那你现在回头看 重达 前面都没有涨到 所有的均线 不管是周线月线季线半年线 年线五线合一 纠结在这边 前面都没有出量 所以没有大户先偷买 没有法人进来买 直到这边开始量能慢慢微幅的增温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出 大户已经悄悄在进货了 可是呢买不多 因为量还不够大 所以边买边拉 这叫向上进货 它开始往上推升 那投信呢 前几天买不多 直到呢 昨天 看起来 看起来你感觉他终于来大买 其实也还好 买376张 但是呢投信这两天终于买的比之前多 所以这个模式 才刚开始起涨 就像当初的滑星光 就像当初的联雅 那前面那些股票 我说整个从底部开始起算 都涨了一倍 那重达在这里 整理的时间够久了 所以才会短中长期均线 五线合一 它纠结的位置 均线纠结的底部区 大概在80块钱 那会不会复制一倍的模式呢 那另外我刚才讲到 投信大马以后 滑星光联雅加速度往上冲 从投信大马以后起算 也都涨了有五成以上 至少都有五成以上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497重达 短线上面呢 当然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 可能它的一个正乖离率 拉大之后会震荡 短线会有一些波动风险 可是我觉得中长期 这个其实算是 一档在现行上面 在筹码上面 都非常漂亮的一档 光通讯的股票 所以生计股强 但是你要掌握住节奏 那电子股现在看起来呢 轮动到 这个前面的强势族群 又开始呢 转强了 但是呢 新的股票跟过去旧的股票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花一句 还是要掌握住 现在最新的 主力跟大户索马的股票 那如果你有选股的问题 欢迎你直接加入LINE 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好 刚刚聊完了 这个关于生计股 还有关于呢 电子里面的光通讯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车用电子 那广泛来讲 其实今年不只是说 车电股热 那传统的汽车领主建股票 像东洋啊 耿鼎提威西 这些也很热 所以举凡 现在其实跟汽车有关的 不论是传统燃油车 不论是电动车 甚至自驾车 那不论是电子领主建 还是呢 充电相关产品 还是传统的汽车领主建 这里的重点在于 谁 现在真的是订单满手 日夜赶工加班 业绩决定一切 这个就是重点 那现在再回头去讲说 上一轮的英雄 那些呢 冲高的东洋 耿鼎 提威西 意义不大 我说了 你要了解 现在市场 就是这种常态性 1700亿到2300亿左右的资金 那所以同一套资金 在轮转的时候 族群它轮轮轮轮轮 轮了一轮回来 族群你不会陌生 还是那些你熟悉的 可是个股呢 可能新一代的英雄 会崛起 取代上一代的英雄 因为简单来讲 前一波涨多的股票 我问各位 如果已经涨了一倍 筹码会不会乱 会乱 那股价涨高了 难道低档买的法人 或主力 它不调节 不获利入带吗 它当然会 那重点就是 它获利入带资金 它往哪里跑 好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要跟各位聊 就是跟汽车相关的公司 那这里面呢 我们今天呢 先谈一档就好 那我直接切入重点 2231维生 那另外还有一档个股呢 是我们要布局 要布局 那今天先不透露任何的资讯 我只能告诉你 另外这一档个股呢 是非常纯正的 特斯拉概念股 那我们准备来布局 那而且因为这档个股呢 很明显的 就是有观察到地缘券商 正在扫货 所以这档个股呢 我要带家族成员 在第一时间 赶快跟上公司派的 这个脚步 好 我们回到呢 2231维生来看 推升维生 业绩成长 主要有几个动能 第一个 它的竞争优势在于 拥有自主技术 产品多样性 第二个呢 法规的驱动 法规的力量是很惊人的 以毫米波雷达来说 如果像现在 先进国家陆续呢 把它纳入了标准 配备 那你想想看 这完全就是一个 从无到有 从有变成很多的爆发力 这个就是法规的力量 所以一旦法规 把特定的产品 纳为汽车的标准配备的时候 这个整个市场 它所爆发的商机 至少都可以延续三年 再来呢 多元传感器的整合 抢攻智能安全监测商机 那另外则是呢 毫米波雷达 应用多元化 带动了售后维修 AM业绩的成长 这主要是关于呢 维生的业绩成长的动能 那当然相关的一个资讯 我会再慢慢呢 跟各位多聊 那我们今天先看呢 技术线图的一个部分 股价也是呢 底部整理很久 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呢 东洋在大涨的时候 维生还没涨 梗鼎提威锡喷出的时候 它还在打底 可是呢 现在东洋呢 涨不动了 梗鼎提威锡呢 熄火了 甚至修正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维生反而往上 这就是我最近 一再跟各位强调的 节奏 族群轮动的节奏 同一个族群里面 个股轮动的节奏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年限已经突破了 好 所以长期来讲 它是打出一个大底 开始补涨 但短线上面来说 大盘失守月线的时候 这两个股却窜起 突破了年限 那维生之后 我们还有一档 汽车相关的股票 而且是跟电动车 密集相关的 那我们即将呢 要锁定布局 跟公司派大户 同步进场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股市相关的资讯 欢迎直接加入 魏阳老师的LINE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